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8月5日星期三的早上时间 这里有我许乐生,还有马来金大马,马来金 各位网友好 还有跟他说声晚安的,我们早晨就跟他说声晚安的加拿大加产生 各位网友好 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芒向》一部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有空回来看一下留言,互相赞一下 网友的留言,都是正能量的表现 多谢大家才继续支持,多多支持 好了,我们今集又要说什么呢? 又有这两个出来玩联手,我觉得挺好笑的 我还以为他们会不会因为最近由朱凯迪和志全 加上的叫做朱默无悔的确认他们自己的声明书 带起第一波,然后去到初选之后 以为赢得很爽,但谁知道然后就输得很惨 不是苹果,大家看到我是苹果,但他们输得很惨 整个是惨的那种 那他们有什么呢?16个就出来说要签什么 有什么声明书,一定不签确认书 有声明书说不签确认书那些 16个叫做抗争派,那天就诞生了 但这个抗争派也挺快的,现在没了声气 因为DQ之后,连他们自己整个抗争派自己都散了 这一件事,这所谓的16个抗争派的搞手 当然,握大旗的,表面上握大旗的一定是黄之锋 就是推他出来使用了,在后面的出谋献计 或是搞风搞雨的一定是珠海迪 把自己弃弛一点,阴阴阴阴阴阴阴 这件事搞完之后,可能他们觉得,紧张所谓的DQ 把他们的能量都减到最低 而黄之锋所谓的国际线 都被六亲不认,那麽厲害 拍得住,那时候辟邪剑谱那个,自己 哦,徽剑自攻,熔练了神功 是的,那个东方不败,林平之 林平之,是,林平之,突然说到很长点,忘记了 林平之,就是为了要重振这个加星 为了自己赤了,就可以练到辟邪剑谱 就是在这个岳岳边,差点滚来岳岳也要练回辟邪剑谱 一块布仔,都要练,练了先 后来还要有个漂亮的老婆也没办法了,为了练成神功 这个少母江湖,就有辟邪剑谱,要子宫来练 现在呢,到了2020年,就有断六亲 都是断,不过是断六亲,这个容易一些 断六亲的罗冠聪,现在他们两个呢 因为被罗冠聪抢了风头,王之锋呢 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又要再黏在朱凯迪那里 又要乱手,又要搞些事情出来 那什么呢,这段时间呢,就在讲一件事 就是说,政府在想一件事 就是在大湾区呢,就可以搞这个叫做投票 那好了,其实呢,我们,当然啦,我们《Morning編述部》 不只是在那里鞭撻这帮人 或者在那里讲这帮人,这帮反暴派,就不算了 其实大家看回了,这段时间呢,大概呢 就由今个月初,八月初的时候 林郑月娥,其实就先后接受了一些电台 或者电视台的访问,她都说过了 就重申了,然后这个选举,并非说要剥夺选民的投票权 那她也在访问里面,都有讲过一些 那这方面,在讲到这里,立刻想起大马术 她访问了,新加坡啊,那些 她们都有设置这个叫做境外投票制度 那大马术跟这个叫做新加坡,都相当之近 那是不是,你也听过大概会是怎样的 如果你想,你是在海外,你想在这个选举那里投票呢 但是你又在境外嘛,你要在选举之前 大概一个月这样去申请的 哦,这样,是的,那有没有那些人在那里呱呱吵啊 好像现在,我们接下来会讲,黄之锋 他们跟朱雅迪讲怎样的说法 就是,哇,搞错啊,在大马区很危险啊 那些票就相当不公平啊,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好像,那好像啊,除了大马sir啦 那家产生呢,也都说,哇,加拿大也有 有这个叫做境外 投票的制度的哦,是不是呢 那其实都行之有效,做了很久了 是啊,首先,我刚刚在看了 首先你就在网上面 将个,就是,register做的资料 download了,download了那个form 啊,再在网上面 寄一些application 要是email回去给他啊,等等 是 那再去,那个加拿大的领事馆 那就去那个投票,去那个投票搞定 哦,那都... 其实最紧要,很简单的手组来的 首先你一定要过18岁 第二,并且一定是公民,那就搞定 哦,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联络巴拿大领事馆 在网上面联络,搞定 我们是不用的哦 他会寄给他,就是你根据你的地址寄给你的 哦,那么方便啊,那么好啊 那个邮费你自己负责 我只想这个那么好,那就要贴邮费 大家都明白了,马来西亚这么多人 可能境外都相当之多的这个公民,是不是 那这样东西了,这个特首提出了这个叫境外投票 就是变上有些可能住在大湾区的长者啊 或者有时有些居民就变上一些特别的安排 是啦,这个叫做选举权啊,那其实听起来就很公道啊,是不是 那有些可能长期住在大湾区 可能不是很方便回来香港 还是怎样的,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说就说可能很近,但是其实要回来都周居雷顿,挺麻烦啊 那么就立刻了,我们锁一锁了,在黄之锋和朱凯迪呢,联手 当然啦,这帮的叫做泛步派,听到啊,在这个大湾区 可以即时香港以外的地区都可以投票的话 那会多了很多的票员,他们觉得这些票员 不会的,因为全部是合格选民,会经过确认才可以投票的 是的,没错了,现在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有看过数据还是怎样的 长期居住在香港的,居住在大湾区,即不是在香港的居民 究竟有多少呢,还是怎样的呢 哇,为什么要害怕到这样呢,真是夸张 就是他们会觉得,有些人可能说到很夸张 可能当有30万人在大湾区住 他说到时的票可能会变成300万出来 喂,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你都嫌不得会变成300万,你马上说他做假啦 是啊,做假都会做到这样,是吧? 接着呢,我们数一数,究竟哪些人跑出来先 其实第一个就是叫林卓廷先 哇,警外投票啊,其实说是一国两制 他警外投票,除了大湾区之外 海外全香港,海外移民华侨也可以投票 暂时就... 你有香港的身份证,合格选民就可以 合格选民你都可以不用回香港投票 如果你弄了大湾区的话,其实对你们也有好夸的 是啊,你说到那么多的海外的手足啊 又说什么国际线多强劲啊 呼吁全球华人咯,叫上郑大声啊 那些O仔那些,那些D700那些人帮忙咯 他说得那么厉害,全球华人咯 这件事先,就是他们呢,立刻 现在他们不可以搞那些国际线搞得那么弱 因为怕港区国安法嘛 所以呢,他们执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哇,立刻无限放大了 那林卓廷又说,哇,有没有搞错啊 背后一定有政治的考量啊 又说呢,这些的票呢 就贴近建制的票员,是不是呢 喂,那... 这个就...这个就... 那我们先说一下吧 接着又说,哇,会不会搞到很多... 在...这个又担心了 内地的港人呢,想投票给民主派 但是呢,又怕自己呢 在内地呢,会有这个政治压力的 所以又不敢投票嘛 哇,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你很瘋的 他投票的时候是... 你个人不可以... 又不可以... 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呢 那接着呢,这个蔡子强呢 那个胡桑肥佬呢,又说了 喂,对于这个境外投票呢 就是香港境外投票呢 極致又保留啊,他说得更夸张 他说,简直是打去 潘朵拉的盒子一样啊 他说,破坏整个选举制度,喂,瘋的 你看,刚才我就这样轻轻带过了 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加拿大啦 我们... 马来跟加登山这样说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啊 都行之后,其实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是不是呢? 在这个点票截止之前要记到 唯一日条件 嗯,所以就... 不好意思啊,老许 因为大陆和香港都很近 这个邮政方面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那么近 上洞出帝都很快就来到了 我们好像如果在海外 比如说更加远的地方 比如澳洲啊,加拿大那些 你要预一个buffer的时间 给他由几选票寄到来 有点像寄圣诞卡 你那段时间不寄出的话 基本上你要圣诞后才能收到的了 所以叫大家要寄礼物啊 寄成就需要小心一点 有点像这样的情况 好了,这个林郑月娥 说完这些之外 其实都是考虑这个议题 包括境外投票 说一下而已 立即整班都起控了 林卓廷说完 接着到他老友记 肥仔坚又出来说 是吧 接着又不甘后人 这个岑梓杰 又出来说一份 又说有没有搞错啊 又说到时候在大眼区搞 会不会就不合法例啊 又说什么叫做通常居住香港的规定 又说什么 又说什么 哇,还不夸张 接着又说什么 会动摇到国际社会 对香港的选举制度 紧如的信心 这个真是更好笑 国际对... 只是境外投票而已 对了 老实说 是吧 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就是你香港人 既然这么多人摆 其实 就是他们应该是 讲衰些 这样做 是不是一国两制呢 就是不是 你是不是等于两个香港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怎么说 这样做其实是好事来的 是围及所有香港人 促进这个民主普选 应该是这样说 是啊 跟着呢 还好笑 你还可以争取 不止大湾区 应该是美国弄一个 香港弄一个 英国弄一个 加拿大弄一个 都可以 在各地的贸易办事处 那里 你来这儿投票 避风液 在避风液投 到时罗冠聪都可以投票 哇 到时一定 全球 全球记者 都看着你投这个历史性的一票 簡直是吧 多威威 所以他们自己 自己拿来都害怕 还有 跟着呢 甚至记得他说的时候 跟着原来他们搞了个几招 那个何启明 都走过去 说这些什么投票 你自己DQ了 说什么 对你没有影响 还有其他那些古灵精鬼 牛鬼蛇神 就出来了 岑芷杰说了 通常居住于香港 这个究竟是怎样呢 他也有说 包括长期居住在加拿大 美国的香港人 还是怎样 只包大湾区 不包加拿大 就是说 加拿大这些不是自己人 你真是很呱呱吵 到时呢 加先生可以再继续说一下 如果是的话 好了 我们跟着又可以再说一下 喂 他们这边呱呱吵 好了 曾玉成也有出来说一句 大湾区也有说 港人支持这些泛民的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们仍然 都是以香港为家的人 让他们投票 有什么问题呢 是吧 所以他们不应该这么吵 等于这样 有时候很有 对于自己的那个 生医师 生医师 长医师 好像我们这样 很多时候都继续说 香港的问题 还是怎样 等于这样 就算是在境外 可能他要关心 马来西亚政局的问题 还是怎样 都会一定 分身都会支持他 支持他 去投票 是吧 是吗 有限限 上一次我们大选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有很多在海外的都很齐心 一起集一堆选票 一次国际 因为是想改朝换代的 所以上一次非常齐心 这些画面看到令人非常感动 是的 其实 如果你说要投票 有很多个方法 就像这样 寄回来 寄回到马来西亚 不怕 可能票箱要怎么办 不用找人拿着 插槍搜到票箱要怎么办 好了 我们讲到今集的时候 要讲一下这个朱凯迪和这个叫做黄之锋 又搞什么呢 黄之锋又搞什么呢 就是搞什么 联署声明 我心想收手 又有什么联署声明 不知所谓 有什么联署声明有效呢 叫那些奇奇怪怪 全部你们自己围绕自己签回 留意那些什么区议员 政棍 什么公民党 签什么死什么的 就签到DQ了 好心你们不要搞笑 说他们的声明 左冷禅与林平之 是的 没错 左冷禅 但是左冷禅都好像起不了什么作用 是 这个就是朱凯迪 朱凯迪想做左冷禅 这个 好了 又叫人签名 还是怎么样的 现在就一万多个签名 这个所谓的叫做联署 联署说什么呢 挺好笑的 境外投票 大家听着 大家记住 千万别那么生气 我们纯粹当是笑话 就是什么呢 境外投票 形同这个黑箱 香港选票 不容颠污 挖联署反对大湾区的设置这个票站 就是说 给你们入阶 那些选票都是颠污 是吧 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立心是不良的 就是要揽炒香港 要帮那些暴徒 还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们参选 就是 这个区议会已经被你颠污了 好了 继续要讲一下 8月初的时候 就是刚才所说的 林郑月娥说 对大湾区 设计这个投票站 其实没有说 真的要给投票站出来的 要先说明 这个是他们自己露作的 就是建议而已 警外已经有票站了 等于奉上香港人的民主选举 给中共粗行 防外选举公正 就必须撤回 都要痴痴的 就像大马上所说的 那记回你就可以了 记回你没问题 他们没有经历 香港是不是没有这个 境外投票 或者这些 郵寄选票的东西呢 难怪他们 对这方面那么无知 是 他当很多香港市民 都是那么无知 所以才有 其实是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还相信这两个奇迷怪呢 一个黄之锋 一个叫朱凯迪 例如叫黄之锋 保留有用之区 那个真是麻烦你了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时事 或者不同的外国的新闻 可能都会放眼世界 会有些帮助的 好了 这个声明就说什么呢 一当专政啊 还是怎么样 没有实行普选啊 什么平等的民主选举啊 什么打压人权啊 什么刘晓波啊 乌坎啊 还是怎么样 不关刘晓波事 不关乌坎事 这个好笑啦 又是什么拘捕这些维权律师 还是怎么样 很简单 到时候真的去投票 寄选票又怎么样 知道你家里在田颈 选票 然后不走上来 血腥震压乌坎村 那又怎么样 看你寄了票 血腥震压 是吧 你想一想都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是什么年代 神经病 不如你不要去日本 是吧 叫公民在这个不受压力 和干扰之下投票 他说 如果在大湾区设置这个票站 都没有说真的要设置票站 就好像大马上所说 会寄都可以 是吧 中国呢 就会有各个强力部门 国安机构就会介入 那就是怎么样 我的枪指着你说 哦 不准投票一定要填建制派 一定要填 例如何君耀 是不是 那不行 那一定不会这样的 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那个叫做资讯 和这个叫做消息那么流通的时候 其实很难的 就是这样的 三峡大坝 很多网台都不用亲眼去到 已经说到 好像看到一样 好像摸到一条大坝一样 是不是 这段时间没什么说了 这段时间没什么说了 又没事吧 所以就好笑了 就是说猪澳大桥 天天天说话说 颱风来了 结果没落 现在就不说 上一轮还有一个是 虎门大桥震动得很厉害的 上下摆动的 又不说了 那又没了 现在又没事了 究竟怎么 那样可能 你当于 那个 阿美利坚合纵国登陆月球一样 假的 那些是吧 不止搏段片下去的 是吧 就是说到这样 接着又继续说 看看先 又是什么 血淋淋的网姐 令到人不敢恭维 你们这帮人真是不敢恭维 你们所作所为 其实你们这帮泛部派做的事 都是血淋淋的 你们自己想想 不要算人血饭头做早餐先 你们想想你们做了多少血淋淋的事出来 是不是 就是有排数 如果你说831打死人 你们有份的 当然当然没有死人 他们这帮暴徒流的血 或者可能警方 或者不同的市民 他们流的血和眼泪 是你们有份做出来的 你们更加血淋淋 你们真的 现在虽然我们说 不想那么沉重 这一节 你们想想 你们是满手血与泪的 那继续了 要讲一下 这个声明 再者 选举的公平公正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程序公义 是不是 DQ你们都是一个程序公义 不DQ你们才是没有公义 哈哈哈 目前香港选举 設有监察投票代理人 就是监投人 或者监察点票代理人 就是监点人 以便候选人团队监察票站的运作 如果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中共就要直核大湾区之下 其实香港也算是大湾区之日 是啊 你有什么好说 这已经逻辑上不通 我听到觉得很奇怪 香港不是说已经是大湾区一部分吗 为什么还在那里吵 相信泛部派的人士 必定没有办法入境去监票 甚至一入境就会面临拘 黄论权还怎么会有监察的权利 哎呀笑死我 一入去就会拘捕他们 那你真是自己身有K 西文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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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井这些太明显了 因为有CAM拍到他 光顺了 崩崩跳啊 多开心 是啊 行路都快了 大宝见完之后 接着就继续讲到 一国两制的设计之初 所谓的以民主做一个傻饭 给中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哇 你们都对于一国两制这件事是这样的吗 你们不是说要自决的吗 朱凯定 王之锋 他们不是说很恨一国两制 是吗 是吗 是呀 哇 这么厉害啊 香港的民主是中国的碎饭咯 什么呢 这些搬龙门啊 对的就拿来用 不对的就用完必弃 还有X的扔 是不是 你们自己也是 那好了 他说现在香港政府不单是剥夺这个参选权 是你们自己不合乎资格 你们自己不反省这个呱呱吵 延期选举就连票站投票也都断送给中共 我只是提议 如果好像大马sir所说 寄选票 那有什么好吵呢 寄给你们好吗 你帮忙拆出来 接着点咯 好吗 寄给你们两个帮忙点好吗 其实都可以的 假设来说 公平公正下 那你不帮忙慢慢点 那就算了 好了 接着呢 又说什么 轮喪啊 又说什么政治远景啊 又说什么 又说 又说是不是 又来哦 白票党的DNA又出来了 说港人呢 是不是应该以白票 或者废票去杯葛 又拿白票出来说 哈哈 谁说啊 他们两个说啊 去这个联署啊 在这个联署那里说 白票在射到海呢 你怎么怎么怎么 我一定要反对 反正那次票票 他说白票啊 竟然 哇 我我我我我嚇了一跳 他们不是很厉害白票吗 不是啊 不是啊 该定是白票党来的 是咯 不是啊 这个是 是由关他的 他的 他的份工的 是吧 他D 他还没DQ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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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呢 这个联署呢 就发起人呢 就是王之锋啦 跟着 孖伯兄弟 袁家蔚 DQ 都是DQ了 梁海晴 跟着有张坤 杨洋 何桂南 朱凯迪 岑浩辉 哎 暂时呢 就这几个啦 哎 哎 笑鬼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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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节呢 都超了事啦 就是说他这篇东西 都笑到碌子 是吧 总之这个是表态啦 这帮人仔 在那里骗啦 在那里骗啦 在那里骗你啦 骗你啦 就是什么都要试啦 试到有一个呢 是可以爆得起啦 就是目标呢 就是想重演回这个叫612啦 就是把香港呢 要推向水深火热的地步呢 他们才以深色的 是吧 就是嗨过呢 自然都要嗨的啦 例如 那时候的 他们所说啦 佔領中环啦 是吧 那个 那个运动啦 到现在这个 什么 五大訴求那些 有一个啦 目标呢 就是再推多一波啦 那他们 不乱呢 就不开心的 那好了 我们今次 都试了啦 看看那些人能不能支持他 是啊 越说越夸张啦 所以就看看有些票又怎样 票而已 都不关什么事 票对他来说 很紧要的 没有票他会死的 是啊 就是都没开始 已经延期一年呢 你已经开始说 叫人投白票 和射到海 那这儿应该我觉得很好笑 不好意思啊 那今次我们已经超市了 多谢大家先啦 拜拜 多谢大家 拜拜